当我戒痛 天地远头 在只剩命 早已复佑 感恩导师 感恩预律长 以及现场所有复佑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好 真的非常感恩大家的包容 大家晚上又开始跳针了 不过真的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在于 上个礼拜五金钻课程之后 颖运长特地留下来 帮雅如稍微给她调整一下 那让雅如知道说 其实我们在导读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能量的学习 那我没有想到说 我录的那一段 今天会被她出来给大家听 那我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录的状况好或不好 但是透过颐运长刚刚的这样子 细说详解之后 也让雅如更加的清楚明白 原来这些字 我们怎么样的传达 可以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传达到位 因为孤独已经很孤独了 如果我们再给她孤独 不知道要读到哪里去了 所以真的 这个处处都是一个生活学问 那雅如也感受到 当我们自己本身的能量场提升了之后 当天晚上就真的就 这个429的票券很顺利的就又出去了三张 然后再来又接到了这个录音志工的这样的一个邀约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随着我自己的这个能量的提升 今天下午我没有想到妈妈竟然这么会说话 因为其实在上个星期她有到心电精英会来做分享 可是妈妈她一直跟我讲说 不行啦 不行啦 叫她别打扰了 然后我说说 不快啦 不快你打扰看看啦 然后我就特别请这个心电主持人制图 我就说妈妈真的很紧张 她不会讲话 不然这样你帮我用问答的方式好不好 然后那天听说也还可以啦 对 那这个没想到今天下午在上课之前 我在吃了这个便当的时候 妈妈走到我旁边来说 要怎样 要怎样 营运长叫我要分享呢 我说不出来 要怎样 我逼逼错 我说 安娜 安娜 不要紧啦 你先让我吃饭这么说 然后我就跟妈妈这样的回应 然后我也在思考着 完了我是不是应该找营运长沟通一下 等一下妈妈上台的时候 她用对答的方式 可是她用对答好像也很奇怪 对 所以我吃完饭之后 我就跑到妈妈旁边去说 我跟你说哦 安娜 有听着在的 有导师在的 你一定会说的事 然后我就看到妈妈就坐在那边 一直有点心神不是很安定 然后因为她一直在想说完了你要拿麦克风要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天地真的很眷顾妈妈 当她拿到的这个电镀棒 还说不算呢 而且我真的有感觉到 我必须要坦白说 因为其实妈妈过去年轻的时候 然后在这一段的这个婚姻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她自认为的委屈 然后她真的确实也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在这一次美国行回来之后 我发现妈妈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因为为什么 过去我看到自己的妈妈就是一副苍老的样子 没有那一股火力 然后讲话呢也比较用她自己的方式 其实她觉得她自己很温柔 但是也许是语气上的表达各方面 让我们听得真的不是太温柔 就是有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感觉没有对接到 但是今天我觉得 今天听到妈妈的讲话的那种方式 我真的觉得妈妈回到了十六七岁的样子 就是而且她在美国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真的很忙 我没有时间照顾到自己的妈妈 可是有很多同学 帮我撤拍妈妈的所有的照片 我都觉得那个动作 不是我做不错呢 真的就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小女生 她会摆那个那个叫什么 超级玛丽这样 这样跟她梳头 然后还有很多超级超级可爱的动作 我知道这一趟美国行 妈妈的心门是完全打开了 然后回来之后我也发现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还蛮担心妈妈的 因为我总觉得妈妈的额头好黑哦 然后我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硬塘发黑 可是我看妈妈额头很黑 我其实还蛮紧张的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美国回来之后 刚好就有拿到一个很棒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天美玫瑰园的玫瑰花瓣 然后我去把它做成这个玫瑰精油 那经过的时间酝酿之后 刚好回来就可以来做使用 那也许是这样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溢柱 妈妈抹上那个玫瑰精油之后 她的脸的皮肤就白了耶 然后就觉得整个肤色的状况 我觉得就是跟过去比较起来真的差很多 而且妈妈也许是因为心门开 她现在愿意自己去买衣服了 而且她现在去买衣服的那个色调啊 款式啊就很年轻 因为我平常没有跟妈妈住一起 但是我有安排一个这个 小小的这个叫什么 宝贝亚这个小小的密探在她身边 那我女儿就会一直拍照给我看 妈妈妈妈 阿嬷变了耶 你看她买的这个衣服 根本不像她平常会穿的衣服 这也表示 而且她包括那个颜色都挑的很年轻 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其实我更开心的是看到自己女儿的成长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若不是因为有超马这样的一个地方 若不是有营运长在前面这样子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然后有的时候给我们一记强行争 那给我们这样当头棒喝一下 然后我们回去好好把心静下来重新整理一下 这就是成为我们很棒的一个养分 那让我们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往前进 那我看到自己的女儿的成长的时候 其实好多超马家人都会来恭喜亚如 哇 好羡慕你哦 你的女儿怎么这么优秀 谢谢 那我觉得这不是亚如优秀 是感恩导师感恩天理 若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系统让我们来做学习 若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来挹注到我们的身心灵当中 现在我们又如何享受这样的一个丰盛 跟这样的一个喜乐 那我也发现到说 自从这个能量稍微明显提升了之后 真的随便衣服随便拿随便穿随便怼 真的因为其实今天亚如穿的衣服 也不是什么也都不是什么新的衣服 但是从来没有把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 可是当我们的能量场对的时候 天地自然就会借着我们的手 去拿到对的衣服把它组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一些 而亚如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也领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既然上了金转 每个人都想要成金又成钻 但是我们自己的心 有没有真正的来做一个落实 我们自己钻是石头嘛 但是我们的心 我们能把它杂质清除干净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自己想办法的 逐步的真的往这个金转的方向走 亚如的体悟是 我们要练习把自己弄得看起来怎么样 更加的高级一点 更加的时尚一点 那我觉得这都不是可以马上一步到位的 而是我们要透过练习 亚如之前的服装其实 颖移民长也有点看不下去 我觉得 你做业务你怎么穿这样 就没有那种感觉出来 但是也很感恩 颖移民长给亚如很多的提点 那从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子亚如慢慢的去做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也很开心今天终于有点味道出来了 那当然不是说就到这里为止 而是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再更上往前进 因为唯有当我们将我们的这种时尚感拿出来 别人的眼睛才会在我们的身上 多逗留几秒钟 而多逗留的这几秒钟 就是我们最佳接引对方的时刻 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次 给自己一个练习的机会 那这个是亚如在这一段时间来的一个心得感想 来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